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说起女神宋慧桥啊相信很多人呢都非常的熟悉了 从浪漫满屋开始那些80后和90后呢 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三只小熊 后来和宋仲基一起合眼的太阳的后裔更是火到不行 两个人也因此结为夫妻 不过今年还是离婚了 而离婚后的宋慧桥呢很少现身参加活动或者是工作 被宋慧桥的烟熏妆折磨了将近两个月的小伙伴呢 可能也快要解脱了 因为呢在他最新披露的品牌视频当中是淡妆出场哦 放几张视频当中的截图吧 宋仲基这个状态真的好 37岁呢虽然不算年龄特别大啊 但能保持这种水准也是很棒了 但是这些日子呢 宋慧桥还是有不少之前拍摄的照片 而这一组卸掉浓妆妆容的淡妆照啊 很有可能就是近期拍摄的 当然了也可能是早早就拍摄完成了 但我们没有找到早于7月的拍摄信息 是不是觉得卸掉烟熏妆之后 这个清新明丽淡淡的妆容更适合她的气质呢 或许啊只是我们此前看习惯了 正如那位朋友所说 经历这样的风波啊 的确会对一个女人有着不小的影响 也许宋慧桥这些日子的烟熏妆 是一种对自己状态的掩饰 也许呢只是因为面对一个挫折时的暂时改变 但无论如何 对于宋慧桥的粉丝来说 早日从暗淡的心境中走出是大家乐于看到的 也许我们呢会首先从她的新妆容中察觉到 也说不定呢 最近呢宋慧桥终于现身拍摄广告大片 宋慧桥终于付出拍广告了 离婚后首次化清纯的淡妆 配长发每回18岁 从广告花絮当中可以看到 38岁的宋慧桥依旧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女神模样 一头波浪长发 非常的温柔气质 这一次宋慧桥终于回归了淡妆 离婚后首次化淡妆 简直回到心目当中的乔妹 美到18岁 这一次的广告大片当中啊 终于化了最适合自己的淡妆 宋慧桥与宋慧桥在太阳的后裔当中 阴系生情 恋情曝光不久啊 两人很快便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感情呢 原本还让不少的年轻人感叹 他们便开始相信爱情了 当然呢 看观众还沉浸在二人的结婚喜讯当中时 6月27号 宋慧桥的工作室 宣布了两人离婚的消息 这一段闪婚闪离世的恋情的发展啊 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到7月22号双方呢 已经正式的完成调解 按照韩国的法律啊 只要双方签字就可以离婚 于是大家都默认双宋恢复了单身状态 虽然演艺圈常有明星夫妻结婚离婚的消息传出啊 但是像双宋闪婚闪离的这样的情况呢 不免让人对离婚理由产生了猜疑 认为南方出轨的成文坡多啊 不少人表示心疼乔妹 而事情的真相想必只有当事人双方才清楚 我们也不能做过多的评论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猜疑呢 宋慧桥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而是很快的调整自我状态 全身心的回归到工作当中 但不管怎么说啊 一段失败的婚姻呢 对女方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 从最新的曝光的广告大片当中 也是可以看出宋慧桥销售了许多 原本在7月份的时候呢 宋慧桥接受媒体专访 他表明自己的下半年呢 将会放下工作多放松休息 当时很多媒体们都解读为 暂退娱乐圈聊情商 然而今日据韩媒最新消息啊 宋慧桥将为韩国的护肤品 雪花秀代言 曝光的广告大片中 瘦下来的宋慧桥的身形纤细 淡妆出镜 夫如拧指 被网友夸赞 人比花椒 这样好的状态 似乎是已经完全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此前有网友拍到啊 他与助理在法国旅游散仙的照片 如今镜头下的他呢 神采飞扬应该是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刻 此次的离婚事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宋慧桥面对感情问题时的果断 以及迅速调整自我走出阴霾的理性 相比之下 南方的处境呢 似乎就更艰难了 用半年的时间迅速从情商当中恢复过来的宋慧桥 不仅重新美回了颜值的巅峰 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其实呢 在这里啊 再一次的提宋仲基 几乎是似乎不太合适 毕竟呢 双宋的叫法啊 早在前面几个月就已经不存在了 而对于双宋 宋慧桥来讲啊 这一个男人如今呢 只能算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客 9月1号 全新的一月即将开始 而从国外传来了关于美人宋慧桥的最新消息 并且呢 媒体也带来了关于他的全新广告视频照片 照片之中的宋慧桥手拿鲜花 走出阴霾 不再用烟熏妆 全新的状态温雅又迷人 换了全新的状态 没错啊 这就是宋慧桥 哪怕是他已经离婚了 也可以过得很好 而且呢 原来的宋慧桥啊 这一次的乔妹妆容特别的漂亮 而且一改离婚时候 在摩洛哥的烟熏妆 很多的网友看到了乔妹的新广告片段之后呢 纷纷表示啊 如今她的状态又回来了 而且对着镜头甜笑的她呢 也是在告诉大家 自己很好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带着最好最美的妆容与大家见面 比起之前的烟熏妆啊 镜头之中的宋慧桥难得的拿起了一束鲜花 而且还是粉色的 她对着花朵闻了花香 眼神看着前方 而且呢是带着甜笑 谁说宋慧桥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她呢 当下的她比鲜花还娇艳呢 很多人在感慨她有美貌的同时 也羡慕她的智慧 比起与其他明星夫妻之间的相处 最后分开 宋慧桥和宋仲基的处理方式 更显得她极具智慧 不瞧也不闹 哪怕是对方先下手为强的放出离婚协议 她也不理会 既然没有遇到对的人 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仍旧对自己不构成影响 当下的宋慧桥只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结束了摩洛哥的出席活动之后呢 宋慧桥也只是简单的表示 会给自己留更多的时间来休息 简单一点来讲啊 宋慧桥比以前更有智慧了 而且呢 会拿出大把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生活 对于失败的婚姻 就未曾给她带来过多的伤害 看得出她是一个勇敢 而且敢于面对现实的女人 还记得离婚后的宋慧桥的变化吗 她连续几次带着燕勧桥出席活动 被网友调侃是黑化的纽葫芦桥 燕勧桥虽然个性十足啊 却难掩一脸的憔悴卷容 并且桥妹身材明显消瘦 再也没有威胖的美感 不过呢 宋慧桥在一段采访当中透露 下半年她会进入假期 没有推掉的工作 大概只是宣传拍摄广告了 毕竟这些东西呢 可以在室内完成 不必再面对公众 离婚后的乔妹在广告当中的表现很棒 她躺在床上的画面呢 甚至有些韩志恩的即逝感 那个被霸道总裁爱上 想法兴起古怪 就是不太温柔的俏皮女生 这一次呢 乔妹没有化炎熏妆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似会说话呢 一个女人是否具有灵气 全靠一双眼睛 乔妹这双眼睛啊 不仅恢复往日的灵气 也略带了一丝忧郁 就是梁朝伟的那种忧郁啊 画面中的乔妹呢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笑容太诡异了 笑得有些僵硬啊 像是在抢年欢笑 要知道啊 宋慧桥可是回眸一校 伴妹生的国民级的女神 追求者不计其数 所以呢 一段不幸的婚姻 对女人的杀伤力有多重呢 宋慧桥啊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不过宋慧桥在工作当中的状态 和私底下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前段时间 有网友偶遇乔妹 当时她素颜打扮 一身青春简约的着装 又重回了18岁 而另一旁的宋慧桥 慢慢的走出阴影 回归正常的生活 上个月呢 她返回剧组拍戏 粉丝送上餐车应援 到了月底 有女网友呢 在韩国的餐厅偶遇 宋慧桥 当时她和外籍友人入餐 得知女网友呢 是粉丝身份之后呢 不仅大方的和她合照 并同意对方在同一桌吃饭的要求 期间又绅士般的 为女网友 简直啊 不要太殷勤了 总之 离婚两个月后 两个人各自返回自己的生活 但眼睛不会骗人 宋慧桥呢 至少还没能完全走出阴影 如今呢 她仍旧还是不会忘记甜笑 新广告之中的她呢 还是那么的漂亮 恭喜乔妹 回到最初的绝佳状态 同时呢 也希望乔妹在往后日子之中 越来越漂亮 幸福一生